海洋生物 无脊椎动物 海是生命之乡 在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是在三十亿年前 然而最早出现的却是无脊椎动物 例如水母这一类无脊椎动物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无脊椎动物的身体构造 以及它们有趣的生活形态 接下来的每一个画面都是在介绍 无脊椎动物的分类与其生活习性 在静止画面出现的五秒前 画面下会出现卡通插图 想看静止画面的人 可在插图中的小鱼被吃掉时停止画面 用慢镜头观赏 岩石生物的百态 我们经常可以在岩石上或石堆下发现各种生物 这些大多是无脊椎动物 现在就开始来介绍其代表各式各样的贝类 在岩石下经常可以找到一些卷贝或二枚贝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些贝类的代表 无脊椎动物的生活史 海绵的生态 生活在咸水中的岩石海绵 这是由小小的动物细胞组合而成的无脊椎动物 在较深的海底可以发现到各式各样的大海绵 这是面包海绵的一种 其表面上的小孔是呼吸以及摄取浮游生物用的 我们接下来看看 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孔细小而且布满全身 海绵就是用这种天然的海绵石晒干而成的 直径二三十公分呈倒杯形状的仙人掌海绵 这是和刚才那个差不多大小的粗海绵 在这里常常会躲着某种的鱼虾或蟹 这是水母 其伞的直径大约有二十公分 身体呈伞状 在水中飘来飘去的动物也叫做海蛇 海蛇又可分为伞海蛇和陷海蛇 伞水母有伞和摄食用的触手 以及取食入口的口碗 嘴和胃腔是相连在一起的 水母的摄食方法 这是线水母的一种 伞的直径大约是三公分 在伞外围的触手 布满着能使食尔麻醉的麻醉细胞 小生物如被其触手接触到 就会不得动弹 然后就会被吸入而消化掉了 岩石水母 这是在海水里经常看得到的青岩花魁 它和水母一样也是使用触手捕食的高级动物之一 其身体的构造基本上大都和海蛇一样 在头顶上的触手是呈放射状排列 中央部位是嘴 在它身体的最内部是胃腔 这种圆形的胃腔又叫做肿包 我们来看一看它射食的样子 它的触手也可以伸出藏有剧毒的针 使食尔不得动弹 这条鱼钓入它的口腔后被强力吸入胃腔内 被消化后的残渣很快地就从口中排出 水席的伙伴 水席的伙伴 在深海内有我们平常见不到的真奇动物 在这当中有一种和海魁很类似的东西叫水席 在海面40公尺以下的深海海底 有一种形状和树很类似的动物 名字叫做大鸡花 其树梢陈列着直径大约5公分 与阎海魁类似的花状水席 它和阎海魁海蛇一样都是高级动物 这是大刺罐 全长有20公分 黄色花状的水席叫做花海魁 直径大约是三公分 附折在岩石上鲜艳的黄色红色生物 这些大多是水席的同类 形状像脉碎 这是海塞的一种 一只全长约15公尺 这里是大西洋帛琉群岛的海底 水深二三十公尺到百公尺 有一大片的花状高级动物形成的花圃 平木虫的生活 在前海底的岩石下 有一群不惹人注意 很平静地生活着的海底动物 平木虫也是其中之一 身长约四五公分 柔软的身躯负折在岩石下 有时会像这样扭曲着身体漂浮 这是软骨双节平木虫 它有很多的花样和颜色 这其中也有像飞鹤笔木虫一样 活泼悠闲地漂游着 环形体 蚯蚓类环形动物之一的沙蝉 身长大约8到12公分 它栖息在海滩附近 口中有两只锐利的触角 专门着实泥沙中的小虫 身体四周的红色是专门呼吸用的 这是环形动物的同类 青沙蝉 身体大约15公分 头部有很多的触丝 口中有两只大钩牙 这是专门用来摄取浮游生物的 身体后部有长毛的脚 可以在沙滩上步行 在海底 由细长的管中开出花来的是螺旋毛腔 它也是属于环形动物之一 这只管叫做生管 是由皮肤分泌出来的黏液所构成的 把它的身体取出来一看 便知道它是属于环形动物 这种像花的草叫做生管 是专门用来呼吸和射食的 所以身管的螺旋毛腔是非常重要的器官 隔离 文革的生活 隔离 文革是属于我们生活中最亲的二枚被 将隔离打开 体内有两条壁壳筋 能吸住沙地的是它的足 为了呼吸 射食 需要将水排出或者是吸入的排入水管 它的足是由能伸缩自如的软肌肉构成的 所以能够插入沙地内 利用足部的运动将身体沉入沙中 文革如果生活环境不适时会走出沙地 随着浪潮迁移 等找到适合环境时再潜入沙中 二枚被中有的也会游泳 毛被就是其中之一 毛被棲息于珊瑚礁的前海底 身体直径约三公分 是一种体型很小的二枚被 遇到有敌人时 它就会合起双背快速逃走 从前面的入水管吸入水 再有体内的排水管一口喷出 借着水的推进潜逃时 就会像鱼一样的游泳 海被的同类也是栖息在珊瑚礁海底的二枚被 其中以大海被为世界最大的二枚被 它潜在珊瑚礁尖的沙地里生活着 以它的大水管来进行吸水排水呼吸 它的肉可以食用 壳可以用来做装饰品 大的壳长大约有一公尺 体重则有200公斤 这是经常在岩石间可以看到的卷背浴螺 从下面来观看它的走路方法 我们可以发现到它是边走边吃水中浮游生物 像吸盘的足吸住海底 以伸缩方式向前蠕动 从下面观看熔螺的步行方式 又和玉螺不一样 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足是分成两只 一前一后的在岩石上轻松而快速地步行着 与鲍鱼外形很相似的小型九孔 它经常负责在前海的岩石背后 鲍鱼或是九孔如果从岩石上掉下来的话 它们的大足就会在负责别的岩石上爬起来 鲍鱼比九孔大很多 身体直径大约有20公分 它比九孔栖息在更深的海底 大约是20公尺以下 在白昼里它是静止不动的 夜间才开始出来觅食 将鲍鱼翻过来看 只可以看到它那只大足在动 它用粗大的筋肉很结实地负责在岩石上 墨鱼的游泳方式 这是乌贼的同类叫做墨鱼 墨鱼利用头上足部的伸缩 借着水的推进而游泳 借着水的推进 自由地在岩石间漂游 摄食小鱼或小虾 能在瞬间变色 也是乌贼类的最大特征 章鱼在无脊椎动物中 是运动能力最发达的 它的眼睛和陆地上的动物一样 可以分辨一切 它圆圆的头部里有呼吸 消化等各种器官 外表的皮肤也可以像这样来改变形态 章鱼的嘴是在它那八支足的中央 拥有很结实的牙 在头部有塞 可以伸缩外套墨吸水呼吸 章鱼已由筋肉构成的外套墨膨胀吸水 然后再由漏斗管将水喷出 借水的推进游泳 章鱼借着快速游泳逃避敌人 或做长距离的移动 章鱼的身体很柔软 是大型的肉食软骨动物 它遇到危险时会躲进岩石间 将皮肤改变于四周同色 使它的行踪不易显露 遇到危险时立即吐出黑幕 趁敌人视线不清时迅速躲进岩石凤间 在这个章鱼的潮内 此章鱼正在保护它的卵 此章鱼不断地将新鲜的水供应给它的卵 一个大的章鱼卵约有2.5公分 一只雌章鱼大约生产10万到15万的卵 埋在岩石间 水温23到25度时 20天就可以开岩 25天就孵化 刚浮出的小章鱼 就已经长齐了8只有吸盘的足 短时间内生活在海水中 一个月之后回到海底生活 约四个月后就可以成长为 一公斤的成熟章鱼 生化石 鹦鹉背 栖皮在珊瑚礁海底的鹦鹉背 可径20公分 因为它的头部像鹦鹉而得名 一般是栖息在水深 一两百公尺的海底 为了摄食鱼虾而拥有数十只触角 和一对感光的大眼睛 从摄食中由口中喷出水 而借着水的推进游泳 从几十亿年以来 都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又被称为生化石 鱼海牛在宜斗宾沿岸经常可见 身长二三十公分的软体动物 在头部有一对大头触角 和一对小触角 身体内有胃 腮 肠 背后有壳 在头触角下的一个小点 就是它的眼睛 从背上的分裂处吸水 而由腮进行呼吸 触摸海牛时 海牛会排出大量的紫红色分泌物 这是一般常见的牙马草海牛 这是身体上有黑色斑纹的黑斑纹海牛 在海水中常见的蓝海牛 通常海牛头上都有一对触角 在身上则有一个能伸缩如花朵般的腮 这是公海牛 它的腮呈复杂的形状 白海牛也是一般常见的海牛 这是岩石海牛 这是海姆海牛 其颜色形态都很像海姆婴儿得名 绿斑点海牛 繁条蓝海牛 这类海牛背上都有条形的腮 这腮充满了摄食所用的麻痹细胞 如果遇到敌人 它就会用着麻痹细胞 使敌人麻痹来保护自己 这也是海牛的一种 红色边毛海牛 这也是海牛的一种 黑海牛 海牛的足非常的柔软 可以一伸一缩向前进 虾的身体 这是虾类中最常见的斑结虾 它和蟹一样是属于结族动物 只是它比蟹有着较长的身体 它的头部有一对眼睛和一对竖脚 步行和摄食时用大脚 在腹部则有游泳的小脚 棋息在较深海域岩石边的大型虾 铁炮虾 铁炮虾在银石及沙地挖洞而栖息在里面 身长只有四公分的小型虾 它的凹部很大又很有力 剪断东西时会发出响声 所以才叫做铁炮虾 它善于挖洞 就像这样挖个洞躲在里面 寄居蟹 这是塑居蟹 也是寄居蟹的一种 寄居蟹和蟹虾一样是属于结族动物 它寄居于卷背内 以代替内层坚硬的外壳保护身体 它有一对腹眼 一对很长的触感虚和一对大钳子 哪边的钳子比较大 那要因为种类而有所不同 它是肉食动物 利用钳子边的短腿输送食物入口 要将寄居蟹拉出卷背是不容易的 那是因为它腹部有一只腿 会紧紧地抓住卷背的底部 寄居蟹会随着身体的成长 而更换寄居的卷背 我们来看一看它更换的样子 首先它会找个卷背 然后用它的腿来减量一下卷背入口 如果卷背大小适合 它就会寄居进去 然后用腹部的腿缠住卷背 就大功告成了 叶寄居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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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间在岛上的叶树上 常常会发现到 像这样的叶狙居蟹 叶狙居蟹爬上椰树后 利用大钳子剪开椰子 食用椰肉 它也是属于寄居蟹的一种 只是它不寄居于卷背内 它腹部的大钳子和人类的腹部很相像 像这样它也能用大钳子来走路 螃蟹 这是在岩石边常常见到的小型蟹类螃蟹 蟹类的特征是拥有一个圆形身躯和一对大钳子 以及四肢步形的脚 头和胸部较大的是熊的 较小的是瓷的 腹部中央呈三角形的是熊的 呈圆形的是瓷的 瓷的腹部内侧会抱卵保护着卵 其身体内部有胃、生殖线、心脏以及腮等内脏器官 寄居蟹的伙伴之一 大机械 大机械是在分类上属于寄居蟹类 其外表与寄居蟹很相像 它和寄居蟹最大的不同是它能够独居生活 而且又具有能走路的四肢脚 走起路来似乎看不见它的四肢脚 肉食用的扇蟹也和大机械一样是寄居蟹的伙伴 蟹类之一的洞穴 甲幅约七公分长 扇蟹具有一对大钳子 这是用来射食小鱼等等 以及防章鱼等敌人用的 我们让它夹小鱼看看 它立刻用钳子将食尔送进口里 如果食尔太大了 它会用钳子将它剪断 它的钳子也能够像这样用来清洁嘴巴的四周 蟹类的钳子有再生的能力 所以当它遇到敌人的时候 会用钳子夹住敌人 然后再弃钳逃生 栖息在南方岛与海边岩石间的大螃蟹 这是脚腹蟹的一种爬蟹 在南方岛抓到的爬蟹非常大 有巨无霸之称 它是一种肉食用的蟹 因为它是栖息在沙洞内 所以千万别被它的钳子夹到 轻轻悄悄地把它抓出来 这种蟹是属于脚腹蟹之中最大的蟹 其甲腹可长达二十公分长 这是栖息在浅沙滩中 甲幅只有三点五公分的小形蟹 其特征是它头上的钳子能够迅速地浅入沙内 我们来慢慢观看它浅入沙内的样子 这种招巢蟹只露出一对眼睛游泳射食 射食后又迅速地浅入沙内躲起来 这是属于蟹类之一螃蟹的伙伴 叫做摊冰蟹 其特征是擅长浅沙 这种蟹类的伙伴都拥有圆圆的身躯 拥有一对钳子 走路脚向内侧横行是其特征 摊冰蟹的脚能够拨沙而将身体埋入沙内 这也是摊冰蟹之一 名字叫做圆背蟹 它用它那一对大钳子将沙一层一层地推开 然后用腹部的力量将身体浅入沙内 刀蟹的一种宽背蟹 刀蟹的一种宽背蟹 在水中游泳 像这样它不仅能利用游泳避开敌人 也能够转移方向 因为它游泳时改变方向 所以才取名为杜蟹 这是世界最大的螃蟹 名叫枝 枝是栖息在大西洋 最大的枝其甲幅长达三十公分 如果把它的脚伸展开来 可长达三公尺 这是磁的 因为要产卵 所以才到浅海中 通常大都栖息在水深 两三百公尺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产卵瞬间镜头 卵孵化后叫做少依亚幼生 身长只有两公分 几千万的少依亚幼生 只有少数能够长大 成为世界最大的螃蟹 等到产卵期一到 它又会回到浅海中 海胆 海胆的身体外部 被很锐利的芒刺所包围着 其体内的构造是生殖器 肠以及由鹅板构成的牙等 各种的内脏器官 海胆的口在其身体下方 口中有牙 可以吃海草为生 这就是海胆的牙 其管足有吸盘是用来走路的 这是在一般岩石边经常可以看到的紫海胆 红海胆的芒刺比紫海胆较短 身体也小一些 黄海胆的芒刺比较短 身体呈圆轮型 把岩石翻开来 附折在岩石下的小型海胆是卵海胆 芒刺很小 身体是圆形的 这也是海胆的伙伴之一 叫做章鱼海胆 一般的海胆是以海草为生 但是它却以沙中的浮游生物为其主食 在南方珊瑚椒盐 常看到的是山岩海胆 其芒刺具有毒液且易断 所以触摸到是很危险的 管海胆 其管有如小指头般的大小 就如其名 它在岩石中可以当作水管用 我们来看一看红海胆的走路方式 海胆走路是用它的主管和芒刺 其主管的末梢有吸盘 这是海胆和海盘车的特征器官 就像这样子 吸柱在岩石上一伸一缩 想移动的时候 把身体往想移动的方向蠕动 芒刺也像脚一样移动不行 海胆是靠长长的芒刺来保护着自己 在这长长的芒刺中 也有些生物会为了安全而躲在其中 躲在山岩海胆内的虾就是其中之一 其颜色也很相像 这样子就不怕敌人侵犯了 在紫海胆也是一样 有小小的紫虾气息在里面 五角海胆也有一种蟹 气息在它的芒刺中 海盘车有五支管足 在管足内有水管系和筋肉 身体的中央部位是胃和肛门 在管足的末梢有被称为眼点的红色线可以感光 海盘车的肛门是开在身体中央的外侧 在其管足中央有个口 口的内部是胃 当它步行时 前端的吸盘就和章鱼一样步行 赤海盘车是最常见的美丽的黄色海盘车 这是在前海中最常见的海盘车 气息在前海中的墨海盘车 其管足很粗大 是很强壮的海盘车 气息在沙滩的笔木海盘车 在南方的珊瑚礁海中也有各式各样的海盘车 这是其海域中最大的白管海盘车 像橄楼一样变形的满头海盘车 其背后的身体构造成人字形 吃珊瑚的鬼海盘车 吃过珊瑚后会变得很强壮 鬼海盘车的管足有十一到十二只 其芒刺含有剧毒 不小心触摸到会很危险 海盘车用含有吸盘的管足 吸住银石步行 这是在海盘车中最常看到的卷线海盘车 其一般的步行方法是将管足伸往要移动的方向 再拉起身体一伸一缩往移动的方向前进 将很多的管足往移动的方向前进 感谢大家